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前面几位弟兄姐妹他们所分享的见证 所给我们的激励还有感动 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 祂是信实的神 祂是在各样的环境里面 祂都为我们预备了得胜的这样的一位神 祂是我们能够来投靠还有经历的神 所以祈祷在今天的我们的信息里面 我们也都来救这样的一位神 我们来听祂所正在为我们讲述的 一个历久弥新的故事 一个关于这个福音大能的故事 一个曾经在万邦传扬的故事 一个今天也再次要向我们来述说的故事 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题目 就是把握当下经历福音的大能 我们首先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 还有背诵经文 主题经文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和十七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周的背诵经文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淤浊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阿们 那么我们先分享一下 今天信息的第一个大点 这福音本是 也永世神的大能 我们看到在当前这样的疫情 是如此的加重 政治还有社会的局面 如此动荡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 长时间以来 我们多多少少的活在 各样的压制 各样的不自由的下面 而且我们也是看到身边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同事亲人 正落入越来越重的惶恐惊慌里面 在当前这一波严重的疫情 我们看到加州还有湾区 很多医院的床位 ICU都已经饱和了 那么我也刚刚看到一位 一位姐妹 她的孩子 本来是实习医生 也被抽到了ICU的病房 去救治这些新冠的病人 危重的病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好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经过这一年来 直到现在都在被震动 而且是被越来越重的来震动 那么在这样的震动里面 我们看到曾经我们所努力追求的东西 曾经我们想要 作为我们所依靠的那些东西 都靠不住了 都不能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那么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盼望 我们有一个能力 有一个能力能够帮助我们 不再惶恐 有一个能力能够给我们 继续往前 面对明天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有一个能力能够拖起 今天正在下滑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 一个属灵的光景 一个动荡的局面 能够扭转我们今天 这一切的环境 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盼望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实际上这个能力 正如刚才诗歌所唱的 然后弟兄姐妹们所见证的 还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所说到的 我们所需要的那个能力 实际上就是 主早已经通过基督耶稣的福音 所赐给我们了 这也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样对我们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阿们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福音自从他通过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成就以来 就一直是神的大能 就在历史历代彰显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虽然仇敌想要不断地来欺骗 让人转离福音 让人想要从别的地方找出路 让人落在他的这种挟着之下 好像没有能力 但是这个时候 神借着他的话语 借着使徒保罗 他提醒我们 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候 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 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他本是 而且他也永是神的大能 那么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主 那这个福音就讲到了 祂是神的大能 祂是一个好像在世界里面 我们怎么也找不到的 因为世界里面 祂是不存在的 人们是无法在世界里面找到祂的 但是祂是一个从上面来的 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 祂是一个从上面来 能够超越这一切 而且也是掌管地上一切的 掌管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如果我们来查考圣经 我们看到 每当提到福音的时候 那么他都会跟天国 跟神的国 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那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读经很多次我们都发现 凡是指到福音的时候 有很多次都讲到神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等等 那么主耶稣基督 还有施洗约翰 他们刚一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所传的第一句福音 就是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所以我们所相信的 这个福音的能力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因为它是与神国有关系的 因为它是从神国来的 而且它来到的时候 也能够把神国带给我们 带在信他人生命里面 也带给我们这个 要把我们的根基 立在这福音上面的 地上的国度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那么盼望我们 真的多多地来思想 这个神国的福音 那么使徒保罗也在 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 有一句话 他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所以当有神的福音 能够彰显的时候 神的国就会临到 那么神国临到的时候呢 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 我们今天正在呼求 寻找的那个能力 就能够彰显出来 神的国在哪里呢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国不是我们眼睛 所看到的那样属世的国度 神的国它可以成就在 一切信主之人的心里 神的国就是神的同在 就是神它的掌权 那么当个人迎接神 迎接他作为我们 生命之主的时候 这个人就能够活在 神的同在里面 神的旨意就能够行在 他的生命之中 能够变化他的生命 能够让他 他在地上的人生 能够与世人窘别 能够活出在神国里面的 那个得胜还有见证 同样 当神的国 临到一个地上的国度的时候 当地上一个国度 能够迎接神国的福音 按照神国的真理 来立国 来治理国家的时候 这个国就能够得到 神的祝福 这个国在地上 就会有复兴 那么就会变得强盛 我们也知道美国 就是这样的一个 以信仰为根基的国家 美国在历史里面 在建国之初以来 这样的蒙祝福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 立国的根基 就是在这神国的福音上面的 今天当我们个人 与整个的国家 落在黑暗与低谷的时候 让我们思想保罗 所说的这句话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神 祂今天借着这句话 提醒我们 我们在这样一个 空前的难处之中 我们的出路 仍是这大能的 神国的福音 主耶稣基督 讲到这神国的能力 祂这样说 我若靠神的能力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当神国的福音 能够被广传 被高举的时候 神的国就会 临到我们中间 临到地上的国度 神的能力就会彰显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 无论是疫情 无论是政治环境 无论是属灵黑暗的光景 这一切的压制和捆索 就会退去 那么在前两天的晚上 我13岁的儿子 他突然失眠 他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睡不着觉 我就把他叫在我的床上 我跟他交通 那么他告诉我 当他在晚上睡觉之前 当他一怀疑神 是不是不存在 一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他就会被惧怕抓住 然后他就因为惧怕死亡 而不能睡眠 那么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为他来祷告 然后他就平安地睡着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突然地想起 我自己像我儿子 那么大的时候 我不认识神的那些岁月 那些光景 我记得我也是 从年少的时候开始 也常常惧怕死亡 那么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一想到死亡 那么我就努力地 想要告诉自己 现在不要想这些事 不要想这些念头 反正这个事 可能是几十年后 在发生的 那么在我读高中 初中高中 这个过程里面 学业非常的繁忙 那么我还是喜欢一个人 到附近家乡的 一个高山顶上 或者是到我们家乡边上 那些县城边上 那个古旧的 烽火台上面 因为我有很多思考 我没有答案 那么在那样的时候 我常常能够体验到 那种时光流逝 然后自己却不能掌管 自己的生命 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 价值 不知明天将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这种悲怂的感觉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 在我的日记里面 我常常引用 两首古诗 来描绘我当时的心情 那么一首是 陈子昂的 《登幽州台歌》 它更是描写 当时我的心里的挣扎 它的诗歌里面说到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读创然而泪下 所以想到那么多的日子里面 我一边努力地读书 一边在思考 这些人生的根本的问题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往哪里去 我在地上这短暂的人生 它的意义和价值 究竟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人生里面 一有难处 一有风吹草动 我发现自己就完全像 一个不能掌管方向的 孤州一样 完全是没有力量的状态 然而我还是努力地学习 努力地打拼自己的人生 那后来呢 那我读大学 读研究生 然后有了让人所羡慕的工作 好像自己的人生是 小有所成 然而我发现 当我有了一些 所谓的成就的时候 那么这些忧虑 惧怕 他没有解决 反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候 在我一个不能睡觉的夜晚的时候 常常被这样的惧怕 这样的空虚 这样的死亡的念头 这样的一个惧怕所抓住 而且不禁如此 不禁失眠 有的时候虽然能够入睡 还常常会被噩梦所惊醒 那么然而感谢神 那么刚才我们师哥所唱的 这个传道万邦的 这个福音的大能 他后来奇妙地 临到了我的生命 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么回想我所走过的 这16年 信主的日子 我竟然发现 信了主之后 就基本上没有失眠了 然后也不再有任何的梦魇 而且也好像 再也没有被死亡的惧怕所抓住 我们何能地感谢神 那么我想 在我儿时那样的经历 看到我今天 我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 就被这样的 黑暗与死亡的权势 所搅扰的这种情况 世界上会有多少人 特别在今天 这样特别的环境里面 正在经历这样的搅扰 还有惧怕呢 与我儿子交谈之中 我了解到他身边 他所在的学校 有很多同龄的孩子 都多多少少地 受到很多负面的情绪 甚至是抑制的 抑郁的情绪 这样的搅扰 还有这样的伤害 然后在这两天 我看信息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 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位姐妹 她在她的朋友圈里面 她转发了一条信息 她讲到根据 有人按照报纸上面 按照新闻媒体上面 那些不完全的报道 不完全的统计 发现在国内的大学校园里面 从今年的五月份到今天 这大半年的时间里面 大学生自杀的事件 竟然有六十起之多 所以我想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光景 我们内心是一定有一样的感动 那就是这个世界 是何能地需要这福音呢 这个世界是何能地需要福音的大能 能够临到每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难处的人的生命里面呢 能够救援他们 像我们一样 那么实在盼望经历了今年这么多的震动 在今年这样年末最后的一段日子 我们不要让这么大的难处的日子 就这样白白地熬过去了 盼望我们经历震动 我们的人心都能变得柔软 盼望我们在这样的时候 在今天 当我们听到这个传于万邦的 这样一个能力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能够迎接它 能够相信它 我们都来得到永生 还有改变生命的 这个福音的能力 这个福音实际上不仅仅是 对着救援一切要相信的人说的 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 主内的弟兄姐妹 按照保罗所说 十字架的福音 也永远是我们的能力和夸耀 保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个背诵经文里面 哥林多前书 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里面 这样分明地宣布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确实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淤灼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弟兄姐妹 面对今天的环境 那么面对我们身边的人 那么多的伤心难过 好像我们找不到什么出路 但是我们感谢主 在这话语里面 保罗是如此分明地提醒我们 我们所要的出路 我们所盼望所依靠的能力 依旧是我们当初就曾接受了的 这个福音的大能 不仅是在保罗的时代 实际上在历史历代 那么多少次我们看到 在面对艰难的时代 艰难的环境 那么保罗还有历代的圣徒 他们靠着扭转局面的 也正是这福音的大能 他从来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 还有人的能力上面的 而单单的是依靠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的 这个大能的福音 所以保罗能够 这样笃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 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所以弟兄姐妹 面对这样一个空前的难处 那这不正是神 今天要对我们和教会 所说的话吗 下面我就非常简要地 通过两个方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大能的福音 在救援生命 还有帮助信徒能够得胜 能够称义并诚义 这两个方面所有的能力 那么我们进到 今天信息的第二大点 这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 刚才我们读过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他讲到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先是犹太人 因为福音 就是先从犹太人 所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取了人的样式 也是从犹大之派 所出生的 后是希腊人 希腊人他不是狭义的解释 那么希腊人在这个圣经里面 他是对着所有不是犹太人所说的 那么除犹太人以外的 他们被称为希腊人 那么这个希腊人 实际上就是指所有的 万邦万国里面的人 也包括今天你我 包括正在屏幕面前 我们来敬拜的 我们来听这个信息的每一位 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 他都会误解我们的基督信仰 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说 不要去接触他 不要去信他 因为他不过是从西方文化所传来的 不是的 那么我们这个福音 神所成就的福音 乃是神从创世以先 乃是人一堕落离开他 之时神就计划好了的 因为他的爱 他就预备了的 那么就是通过他的儿子 那么在两千多年前 他来降生于世 来为我们成就了的 只不过我们讲 这个救援的顺序 成就的顺序 乃是先从犹太人 然后再到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直到万国万邦 所以这个福音分明就是 神为救援你我所预备的 我们和领地感谢主 我们虽然过去曾不认识他 但他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一直都是在他的伟大的一个救援 还有制作 还有他要让我们得到荣耀的这个计划里面 按照圣经的启示 我们人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我们人活着的目的 乃是要荣耀我们神自己 他让我们受造 然后并赐给我们能力权柄 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的名 能够管理治理整个的全地 然而我们也知道 因为神的仇敌魔鬼撒旦的谎言 还有他的攻击 我们的始祖选择背离神 他们选择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 想要高抬自己 这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在圣经创世纪开篇所讲到的 始祖在伊甸园里面 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 吃了神不许他们吃的 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就是始祖犯罪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罪呢 那么罪 他的本意就是指 见他偏离了他应该命中的靶心 那么罪就是指 我们本是按照神的荣耀的目的所造的人 却不为了荣耀神而生活 不把神当神 所以这就是罪 因为因此圣经告诉我们 那么罪就是讲人亏缺了神的荣耀 那么人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呢 我们的始祖就被赶出了伊甸园 那么落在罪中的人们 因为始祖的罪 我们就开始失去了神的同在 然后因为罪的狭制 罪的迷惑 我们良心对神的那一点认识也越来越黯淡 那么以致人会不认识神 那么在自我这个中心里面 那么越来越膨胀 那么活在这种离开了神果的迷失的状态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 罪的工价就是死 因为罪死就进入了人类 因此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见证和分享的 那么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落在神果以外 我们无法胜过这个 罪所带来的这个死亡的权势 所以我们就活在惧怕里面 不管我们想和不想 这个惧怕一直都在 他一遇到环境他就会出来 那么就是仇敌的一个轨迹 他想让人通过最后要死亡 这个惧怕 要人都辅在世界的王 就是撒旦的这个权效 那么他的轨迹就是让人与神 与神的国能够隔绝 那么在世界之中 人不管怎样努力 也找不着这个出路 无法胜过这些黑暗 这样与死亡的权势 实际上就像刚才我所分享的 我个人在年少时候 不认识神之前 所经历的那些痛苦的日子一样 圣经里面也有一个 类似的一个故事 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 他提到有一位 在人看起来是 非常非常成功的人士 他叫做尼格迪姆 他是犹太人的官 也就是当时犹太的最高权力机构 他的自治机构叫做工会 那么尼格迪姆就是工会的 这个成员其中的一位 他又是当时的贵族法利赛人 并且他被称为 以色列人的先生 就是因为他是最有学问 他受全国人民尊重 这样的一位学者 一位长者 那么在我们的眼中 他好像是在财富 在权力 还有在名望上面 在学识上面 他都已经登峰造极 他已经都得到了 人所能得到的一切 按理说 他的人生应该是 非常的喜乐平安吧 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 同样的这位尼格迪姆 他仍是落在罪恶 还有死亡的 这个黑暗的权势之下 他仍是没有平安的 所以这样的一位人 他也是有一天 他在夜间 他起来 他去找耶稣 他要寻找他一生 他所一切的努力 都没有给他的那个答案 然而他见到 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分明地 给了他两句话 把他点醒 第一句话就是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第二句话说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见神的国 所以主耶稣基督 对尼格迪姆说 你所要的 你所要寻找的那个能力 那个人生的出路 不是在地上所有的 不是在你所追求的 这些物质 名誉 权力里面 所能够找着的 那么你所要的答案 解决你人生 一切问题的这个答案 就是神的国 就是人因为犯罪 所失去的神的同在 然而你若不转向他 不介绍从神的国 给你来的这个救恩 这个能力 你甚至怎么努力 都不能见到神的国 那么我们何能地 感谢我们的主 神是这样的分明 告诉了尼格迪姆 我们人一切的出路 根本问题的答案 乃是在于神的国 而神的国是无法依靠 我们个人的努力和打拼 所能找着的 也不是让我们 有很多的财富 我们花钱就能够换取的 那么很多人 有这样的光景 尼格迪姆也落入 这样的光景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的福音朋友们 你是否也在 今天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呢 虽然你已经 为了一个美好的追求 为了你人生的 一个好的出路和归宿 你尽了你的权利 你一直在努力地 来学习 来工作 来打拼 但是是不是 在今年的这么多的振动里面 仍旧感觉到无助呢 所以 盼望在今天的信息里面 在弟兄姐妹的见证 所分享的那样 在这个尼格迪姆 这位年老的长者 他所找寻的出路那样 那么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要的 乃是神的国 所以神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把这 神国的福音 赐给了我们 我们 何能地感谢 赞美我们的主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 听到这个福音 就接受的时候 我们接受这个福音 那就是 神对尼格迪姆所说的 我们就可以重生 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的国 我们也可以进入神的国 那么 福音 他的目的 乃是将人 引向神的国 乃是 为我们在世界 我们的迷茫之中 开一条 右心右火的道路 叫我们都可以回到 神的国里面 而福音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他自己 我们看罗马修三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 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援 就白白地称义 因为创造我们的天赋 他对我们不变地爱 他为我们在 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 在我们落在 这样的一个迷茫之中的时候 他就为我们 预备了神国的救援的计划 按照他的计划 他在两千多年前 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降生于世 这也是今天 人们有圣诞节 当然圣诞节 他没有依据说 是主耶稣基督 准确地降生的 他的生日 但是圣诞节 却让我们知道 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实 为了救援我们 为了把这些 迷茫 正在找寻出路的 神的儿女 都带回到神国里面 那么他把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作为一个出路 作为一个道路 也作为一个福音的内容 他赐给了我们 所以这位耶稣基督 他降生于世 他取了人的样式 他自己没有犯任何的罪 他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一切 不认识神 背离神 偏离神 荣耀的旨意的这样的罪 付上了赎架 然后他也没有 以死就结束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死后 他又复活 他彻底胜过了 那种仇敌 想要与罪和死亡 来对我们挟制的 那个黑暗的权势 他的复活 那么把一个荣耀的国度 能够带给我们 那么他叫一切 相信他的人 都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 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灵 我们灵首先会重生 那么我们这个灵 能够认识神 我们这个灵 能够与我们的神有交通 我们这个灵 能够帮助我们 通过信心 能够支取那 属天的国度的能力 一个胜过了 黑暗与死亡权势的能力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他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 都可以回到神的国 都得到永生 都能够经历 胜过一切黑暗权势 一切罪与死亡 这个力量的这种大能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圣经里面 这样分明地对我们宣布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他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找寻的 那个回到神国的 这个道路 这就是福音的 大能的所在 是的 主耶稣基督 已经为世人 成就了 回到神国的救援之路 他的福音 就是把所幸之人 都带回到 天家的一个 大好的消息 并且这个福音 有胜过这一切的 黑暗权势的能力 只要相信 不管人 在什么样的 罪的光景之下 都能够得到永生 你看保罗这样 确定地对我们说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看到这条信心的时候 当你现在听到 我们讲论的这个神国 这样的一个大能福音的时候 我邀请你 一定要知道 这个福音 乃是对你说的 这个伟大的一个 救援的能力的福音 今天它临到了你 因为它是要救一切 一切相信的 所以祷告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 主耶稣基督 没有通过它 回到神的国度里面 现在就是机会 祷告大家都能够把握机会 在心里面 能够这样告白 主啊我感谢你 谢谢你 现在就帮助我 让我也能够有这样的信 我能够信这个福音 也得到 这个神国的祝福 得到永生的祝福 那么我们下面 再花一点时间 我们看一下 今天信息的最后一点 他讲到这个福音 不仅有救援 一切人的这个能力 有救援的能力 那么这个福音的大能 还在于他彰显了神的义 他显明了神的义 他成就了信徒 因信可以称义 并且也能够成义的 这样的一个得胜之路 我们读一下罗马书 三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他清楚地解释了 基督信仰里面 这个伟大的 因信称义的真理 神设立耶稣 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叫今时显明他的义 叫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阿们 所以他用了一个词 他前面说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福音 有救援一切相信之神的大能呢 所以在刚才读的 这句经文里面 他有一个原因的解释 他说到了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因为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他说因为神的义 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我们何等地感谢主 那么仇敌世界的罪 来挟制我们 那么罪 让我们亏去了神的荣耀 让我们失去了公义的神的国 然而 是什么能够胜过罪与死亡的 这样的权势呢 乃是这个大能的福音 乃是通过大能的福音 把神的这个义 能够显明出来 这个义 通过福音的显明 首先就在于 他能够叫一切 相信基督耶稣 他的救援与赎价的人 都在神的面前 都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 圣经里面讲 因为世人都 因为罪都失去了神的国 那么在罪里面 人都 亏去了神的荣耀 那么罪人 他没有权利来审判别人 世人都犯了罪 在世上 实际上没有人来 能够来审判我们 我们也真的 我们相信神的人 我们就不再惧怕任何的人 那么在这个世上 我们的神 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那么只有神的儿子 他是义的 他没有犯罪 所以只有他 有权利来审判 而这位有权利来审判的 神的儿子 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如果他定我们的罪 我们相信 世人没有一个 能够站立得住 他来 乃是要救我们脱离罪 他来乃是 以他自己作为赎价 来为我们的罪 付上了代价 那么 他也有审判的权柄 那么他能够称我们为义 他称我们为义 没有否定他自己的公义 他没有随便叫一个 罪人就可以被 就被看为义人 他乃是 因为要称我们为义 他自己为我们付出了 罪的代价 把我们罪的代价 付上了 把我们输回来了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下了宝血 他能够竭尽我们 一切的罪 所以 福音的能力就是在于 我们这样不堪的人 我们凭着一个单纯的信 我们来到这 爱我们神的面前 我们告白 主啊 过去我不认识你 那么现在 我愿意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那么这个时候 主在十字架上的宝血 他永远都有功效 他能够接近我们 所有的罪 他能够在我们 在神的面前 得到一个被称为义的 这个能够有 全民审判我们的 这位神面前 我们能够被称为义 这就是 福音的大能所在 而且 他不仅要称为我们 称我们为义 这个福音的能力 还彰显出 这个神的义 而且十七节 他讲到 这个义 我们一信神 我们就得着了 就被称为有这个义了 这个义就在我们 生命里面 能够彰显出来了 那么这个义 乃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的 好像我们读中文圣经 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 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 实际上 很多时候感觉它很深奥 好像有的时候 好像一下子不知所云 那么我们如果呢 花时间 我们比较一下几个不同的 比较权威的英文圣经的版本 我们会得到一些帮助 理解上的帮助 那么几个比较权威的版本 包括那个 那个英皇版 它里面讲到呢 这句话 它提的是 A righteousness from light from gospel is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 至于这句话呢 它要讲的是 这个福音 对那些所相信之人 一相信就要显明了 这个神的义 显明神的义呢 要因着人的信呢 要从开始一直到末后 我们何等地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得到了一个义 因为信就得到这个义 因为同样这个信 我们先是被称义 然后呢 我们也越来越能够活出这个义 这个义呢 就是讲到 神要通过他的恩典 叫我们因为恩典 借着义来做王 叫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 黑暗的权势 我们活出一个 不一样的这个平安 还有得胜 那么他下一句 他又说呢 这正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同样的这句话 也有一个中文翻译的 一个让我们理解上的误区 好像说我们义人因信得生 就是我们一相信神 我们就得到这个救援了 得到永生了 实际上呢 他的英文里面告诉我们呢 他说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他讲到的是 义人必要因信而活 所以我们是因为信 我们就被神称为义 我们就有了一个被称义的地位 并且因为同样的信 因为我们横切的信 因为对这个福音大能的信 这个神的义在我们里面 先是被我们被称为义 然后要称为我们生命的实际 这个义它是一个生命 它在我们里面加增 那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加增 我们那些亏据他荣耀的生命 我们会越来越减少 我们会越来越像 那圣洁的荣耀的神的儿子耶稣 然后我们也活主意 我们为要在永恒里面 与我们的神同享荣耀 所以这样看来 神的福音乃是 叫我们都可以经历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叫信徒和教会 在各样的环境下面 都可以得到兼顾 那么我们实际上 我们读罗马书 包括去年我们曾查好一段时间 那么在这段宝贵的罗马书里面 神所向我们启示的 不仅仅是要因信称义 他花了很大的篇幅 使徒保罗讲到了 我们可以因信 我们诚意 我们活出这样一个脱离罪 圣没罪的这样一个生命 他罗马书给了我们一个 一个圣徒得胜之路 而且他也是一个可以经历的道路 所以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 开篇的时候 他就讲我为什么要写罗马书呢 因为我爱你们在罗马的教会 还有信徒 但是因为有拦阻 我不能亲自到那里去给你们 讲这个能力的福音 讲这个叫你们称义 而且能够成义 能够成 能够得胜的这个福音 所以我写信给你们 所以罗马书呢 是保罗所写的一卷福音书 一个能够彰显 一个神的义通过福音彰显出来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书 一个可以实行的道路 所以保罗他在这本书的末后 在第十六章结尾的时候 他有一个祷告 他说 愿神的福音 可以借着我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 那么能够兼顾圣徒的心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 这个福音的能力 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还有我们的夸耀 面对当今这个时代 特别是美国今天的光景 好像到处都是不公不义的事 那么我自己还有看到身边 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 非常的为今天的光景来忧伤 我们为主来急迫 但是很多的祷告之后 好像感觉仍有灰心挫败 然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 因着这个大能的福音 让我们都重新得力 正是因为这世界里面 本没有义 这个世界里面落在恶者的权下 他瞒了不法和强暴 神才要通过他的儿子 爱子耶稣基督的牺牲和他的复活 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为我们成就这个大能的福音 并且通过这个福音来显明神的义 并且也把这个义的路 赐给了我们还有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所要的出路是什么呢 我们所要的出路 就是在每一次一个局面里面 我们都要转回 这个历久迷心的福音 历久迷心的十字架 这个永远的神的能力 实际上我们看美国的光景 特别是今天 我们很容易落在灰心沮丧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人类的历史 过去的这么多世纪的历史 有多少次神的家 时代的光景 那么都落在荒凉里面 实际上那些荒凉的景象 那些悖逆的景象 那么跟今天的美国的光景 实际上也有可比的 并且在人类的黑暗的历史之中 教会黑暗的时代里面 有的时候那种荒凉 甚至持续了数个世纪 然而我们看到 在每一次那么大的荒凉 那么大的 好像一个挫败里面 那么一个扭转 还有复兴的出路是什么呢 那都是有人能够 转回到福音上面 有人能够把这福音的真理 能够重新恢复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把我们放在 今天这么大的一个黑暗的 一个时候 一个系列里面 就是让我们重新回到 这个大能的福音的真理上面 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的知道 他这个福音有能力 他能够改变你我 他能够改变环境 他也能够改变地上一个国 如果他能够回到 这个福音根基上面的话 所以让我们都起来 我们首先归回 让我们归回 我们获出一个见证 我们能够呼召身边的人归回 我们能够呼召这个时代 能够归回 我们也呼召 这个美国 承载了我们很多人 一个美好梦想的国家 一个曾经被神 所重重的祝福和使用的国家 能够归回 并还要有复兴 主若允许在住再来的日子之前 让我们都活出得胜 让美国秩序 为了主的再来 能够好好地预备他的脚步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灰心 让我们因为这福音 我们就不再以他为耻 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大能 他给我们出路 给我们盼望 所以在今年的年末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 好像我们很多人 又一次被疫情所捆锁的日子 盼望我们都思考这个题目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个大能 在原文里面 它的意思就是像炸药一样 有那个炸力 所以这个历久迷行的十字架的福音 它仍然 它会成为 在相信之人里面 它也能够发出 改变我们生命 来扭转局面的炸力 盼望听了今天的信息 我们都把握当下的机会 凭着信心 单纯的信 我们接受 也要持守 这个大能的福音 得到这个变化生命的能力 都来 走过这最艰难的日子 以一个得胜 来向仇敌来夸胜 以一个得胜 来迎接新的一年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那在信息的下面 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圣徒诗歌七十七首 永久磐石 我们来请我们的敬拜团队 来带弟兄姐妹 我们来唱这首赞美 《宗族歌七十七首》 永久盼石为我抬 让我站在你怀 让你所谅水与水 让你离住我的罪 使我的救难脱离 罪的心发为能力 祝我双声不敢说 不愿满足的欧洲 祝我天命流流 祝我的心的祈求 这些歌连绝 这些歌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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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你来信救 祝我天命流 祝我天命流 祝我天生的迷信 祝我命中的迷信 祝我黑剑有时间 祝我当你抱着陈 祝我天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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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主 刚才我们唱了这首恩惠的诗歌 他特别的讲到 我们可以两首空空无代价 我们可以单单 凭着信心 来投靠他的实价 实际上 纵使我们两首不罢休 我们不能满足神的要求 纵使我们眼泪永远流 纵使我们热心能持久 这些不足赎缘由 必须我们的主来施拯救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把福音赐给了我们 这个福音的故事 传于万望的故事 今天再次传给了我们 所以我想特别的邀请 在屏幕前面 听还没有接受 这个祝福 还有救援生命的福音的 朋友们 我盼望你现在就打开心 可以来向神 来告白你一个 愿意接受的心 一个简单的相信 那么我们 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说 得到的这个祝福 他也会临到你们 那么盼望我们下面 就一同低头 有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谢谢你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过去不认识你 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好像虽然的 努力打拼 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谢谢你主 今天把这样一个 大好的消息 告诉了我们 主啊 这个时候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告白 我过去就是那个 不认识你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活 偏离了你荣耀的 这样的一个罪人 主啊 你在十字架上 所留下的宝血 所付出的暑假 祈祷今天 也能够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 主我今来归向你 我相信你 我盼望得到这福音的能力 我盼望你来赐给我们平安 我盼望你来变化我的生命 请你来做我生命的救主 引导我以后跟你 走着永生能力的属天的道路 我要谢谢你 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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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